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有讲股 牌头的腾讯暂时没起跌 守在690元位置 之后的美团轻轻升幅去到接近0.3% 营赋基金守在29.42元位置 小麦集团跌幅去到接近2% 阿里巴巴升幅不够1% 还有6至10位 有港交所暂时就偏远跌幅去到接近0.4% 中移动跌近接近接近4% 建行方面中移动跌近接近4% 建行方面升幅去到2% 比亚迪升幅去到1.2% 中国平安也是偏远跌幅去到0.5% 全国人大会议开幕 总理李克强发表工作报告 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以上 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 考虑了经济运行恢复情况 与今后目标平稳衔接 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宏观政策要继续为市场主体纾困 保持必要支持力度 不急转弯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今年内地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5%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升幅大约3% 考虑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和经济逐步恢复 今年的赤字率大约在3.2% 比去年有所下调 将会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行债的发行 3.65万亿元人民币 对于中央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有分析认为过分保守 并且是看好人民币再有上升的空间 经历受疫情打击的一年 市场普遍预期内地今年经济有望反弹 而中央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就定在6%以上 并且重申宏观政策不急转弯 但谁想认为中央的目标过分保守 并指出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逐步改变 人民银行持续收紧资金 令到利率上升 更多企业面临流动性问题 但相信银行不会再大规模放水 一个内循环的概念 我认为这不是今年一年的故事 而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故事 经济今年增长8%以上 可能性是很高的 全面降准不是不可能 但是随着货币政策转弯 它也有一定的难度 在定向降准上面 可能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 二瘦美元强势 拖累人民币汇价偏远 内地官方连续两天调低人民币 中间价过百点指 去到6.4904-1美元 是大约两个月以来最低 人民币汇价仍然有些上升的空间 不过如果我们留意 2018年当美国 开始对中国实施关税的时候 1美元是对6.26人民币 换句话说 比起现在大概高3.5% 去到那个水平 就会看到人民币 是比较多些的阻碍 华侨永恒也认为 虽然中央表明保持政策稳定 但美债收益率上升 令到中美利率有息差 加上来地经济持续复苏等 将会利好人民币中期表现 母线电视李希同报道 标普道琴斯指数 将会剔除小米集团等股份 标普道琴斯宣布 隔于美国禁止 投资和中国军方有关的企业 所要是剔除涉及的股份 包括小米 上海上市的中微公司 和美国上市的罗康技术 今个月15日开始生效 财经消息到这里 多谢收看 欢迎收到护心公 见回长贵人大会议是开幕 股市走势比较个别 先低后回稳的格局 三大指数低开后走势比较繁复 上证午后倒段曾经落到2450点附近 午后升幅阔大价 最多时升过0.5% 最终收市上回3500点大关 在3501点位置 未跌0.04% 板块上汽车股、白酒股 都见回稳的迹着 圈伤股也做好了 至于深证成分指数方面 最多升过14500点以上 收市轻微未跌 现在大约3点 创业板开始低见过28000点边缘 位置已经是全日最低 曾经之后倒升过大约1% 去过大约298点附近 收市升到0.7% 2871点 见回北向资金 重新都有正买入的情况 两市成交反围减少了 有8764亿多 后市方向会怎样行 请教内地嘉宾又秦建梁先生 陈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 你好 看回两会召开之下 市亦有一个回稳行程 上证都守在3500点的关口收市 下星期关注方面又有些什么 市方向又会怎样判断 马郑主任所说 在会议召开的期间 市场仍然有走温的迹象 当然这个是以往的惯例 所以来说 下周的时候 一定要密切留意 会议方面有什么信息传出来 如果是有些信息传出来 亦都是令到大家 意料之外 就不排除一定的机会所在 总的来说 会议应该是比较平稳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在平稳过程当中 如果你说在个股方面来说 我可以不妨做做短差 但长的机会来说 恐怕要等会议之后 可能要再观望多几天 一个星期的时间 最终上证收市未跌1点左右 跌幅0.04% 当然政府工作报告 也提到一些行业受惠 就说稳定提升 汽车和家电等的大宗消费 要增加停车场 换电站等等的设施 亦都要加快建设 动力电池的回收等等 汽车股会不会重新有些追捧呢 继续都有政策离告的消息 其实这个政策 已经不是第一天的 亦都是存在的 所以来说 汽车股的炒组 亦都是存在已久的 特别是新流汽车的炒组 在这个消息的刺激之下 汽车股也有一定的反应 但是能不能够引发一轮行情 我个人觉得恐怕有点难度 除非有些新的政策出台 短期来说 首先到它反弹的对待 比亚迪方面 A股微跌1% 当然2月份的销售数据 比1月份有一个明显放缓的情况 股价要下跌 其他汽车有得做好 包括江淮汽车接近升停板的幅度 东风汽车A股升近6% 长期升幅超过3% 大市回稳也有些功臣 就是看券商类股份 券商ETF 成为A股股票ETF的第一位 年内份额增长超过61万份 今日两会也提到 要继续推一个注册制改革进行 券商股那刻明显有倒性的情况 现在券商如何看板块的投资价值 如果大市仍未很好一个声势 仍未值得现在来到部署这个板块 个人认为券商股来说 首先只能有一个超跌板 短期来说 我个人认为券商股的机会也不太大 但这个充实机会是有的 所以大家只能买低 没有追谷 光大证券是A股接近升停板 其他几只1-5%的升势 白酒股方面早段是忍受过一段急跌 其中贵州茅河台一度跌穿过2千元的大关 去到1月20日以来的低位 不过之后都可以回稳到升 白酒股现在怎样看呢 两会开完之后 算不算是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叫掃除呢 白酒股指楼体也都好像变商股那样方面 正是一个底部的区域 但现时来说白酒股就是 立即见底一个反传 恐怕难度比较低 密切留意茅河台什么时候申请见底 最新来说茅河台2千060元人民币的水平升百分之一 其他几只升得好有金风酒业是一个升停板的水平 也多谢秦生帮我们的分析 护心功来看到这里 回来交易现场的时间 港股来到美术的走势有好转 早上原本一度最多跌成700多点 其后靠着内银股午后的升幅扩大 加上内地股市力都有跌转升 部份的板块 例如汽车股也做好 方网股跌幅也收责 大动恒生指数一度倒升过大约160点 那位就上过29397点的位置 接近29400点的水平 叫做修复29000关口 也修复50天的移动平均线 最新好淡增持未跌20点 29215点 今天高低波幅有800多点过外 至于成家方面也相对活跃 最新是2064亿 可以看看恒生科技指数最新情况 暂时还跌1%跌150点 最新是8669点 会有港股最新表现 排头为腾讯控股 未跌4.5 跌幅大为收窄 现价部在685.5 微团可以倒升4毫 刑负基金偏缘跌2个先 至于小米方面 被标普道琴斯宣布要剔出他 在成份股当中 今天下跌3个月的低位 现价仍然是跑输给其他同学 跌幅2个外 24.7 阿里巴巴道升1.2 228.4 其他6至10位表现又如何呢 港交所偏远跌3.4 暂时是479.6 另外中移动升超过3% 昨天有北水的数换 现价上到56.8 建行升2% 比亚迪到升3毫 平保偏远跌5毫 97.1 其他主要蓝筹方面 维雄向下跌1% 又邦都要向下跌幅 超过1% 在98.4的水平 不重要重提今年经济增长目标 定在6%以上 索尚认为目标是过分保守 并且预计今年人行只会定向降准 全面降准的机会不大 一个内循环的概念 我认为这不是今年一年的故事 而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故事 经济今年增长8%以上 可能性是很高的 全面降准不是不可能 但是随着货币政策转弯 它也有一定的难度 在定向降准上面 可能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 暂时浪人股 今天走势都是跑赢大市 公行升超过4% 建行升超过2% 农行升幅4% 油柱行最新做6.21% 升3% 至于之前走势相当灵丽的招行 今天反而跑输给同行 跌幅大约1% 61.7% 接着可以看电讯股份的表现 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 中小期的宽带和专线平均支费 要再降一成 降费提速仍然在国策大方向 今天联通电讯都要向下 两只偏远 中电讯2.7.1% 另外联通是5.1.3% 一个先 反而中移动可以有资金追捧升幅3% 至于汽车股普遍在不口角走势有好转 长期升幅扩大 曾经上过23元以上 现在最新大约做22.45元 升7% 至于吉利大摩说 预料它未来30天股价下跌的机会大 减时拼级目标价13元 吉利现在暂时偏远 跌5元先在24.6元 比亚迪2月份汽车销量增长2.8倍 股价反复偏远未跌3毫 另外东风2月份汽车销量急增4.8倍 股价可以跑出升幅超过2% 去到7.3的水平 新能联股连日都要下挫 暂时今天都未止射 但跌势稍微比过去几天收窄 总理李克强的工作报提到 说要推动绿色发展 制定2030年之前二氧化碳排货量 达到高峰后要逐步回落等等目标 新能源股当中 目前的龙原电力有得升 升到8个先在9.15元 另外就顺耳光能 以及金峰科技两只跌幅1%过外 保利协因跌幅到2%左右 现价在2.91元 节目时间足够了 多谢收看 欢迎收看楼市畜递 我是王莹 先看今天重点地产消息 新批出的按揭保险中数 年升3个月之后回落 案政公司公布上个月的三批案保 有4432宗 案源是跌3.7% 不过案年仍升到9.3% 平均的贷款金额也回落到541万 同期的新取用案保就有1262宗 案源是跌1.9% 涉及的金额也要跌近2.2% 至到超过67亿 新地韩文田的三盘Print Central 首规的截实平均尺价是近30万元 项目公布了第一张的价单 涉及大约50伙 均位都是开放式的一房 实用面积是251尺至345尺 截实的平均尺价是29688元 入场的单位是三楼的衣室 251平方尺的开放式 截实大约690万 尺价是27600多元 今天我帮大家请来 汤文梁先生 讲下楼市的后市 汤先生你好 你好 先问一下 刚才提到新盘方面 何文田太子到西的新盘 截实车价平均大约是3万元 不过昨天开架的西九龙新盘 首批平均就不用2万5了 定价方面 其实怎麽有这个差别 和算不算今次比较准取少少 实际这个楼价很贵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定价 最近常设计在台湾 其得都投到15000多元一尺 如果根据数据 包括建筑费 超过5000元一尺 再加上秘息利润 30元一尺 就是合理价钱 有个合理利润 有个合理利润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可能 一些人未必能听 可能会有加价的空间 可能会有加价的空间 我觉得合理价 你说去进取又不去 说去买大包又不去 好 另一个项目方面 其实如果按当年的地价推算 西九郎有个项目 第一批很可能就要蝕卖 發展商呢 其实怎麽会有这种取态 就算是蝕本都肯卖楼呢 是的 现在多数都是做了蝕本门的东西 那就是 现在地产商有容易就是 它知道 慢慢加价就好 比减下来 减下来影响了以前买的那些 那些人 那些人 我觉得就是 慢点买 慢点买 和就是 逐步逐步加价 比起买这个房子的人 有多少信心 否则有些人突然 想跌下来 就害怕 你买房子 任何年轻人买房子 每月最怕是突然跌下来 这样 我觉得就 OK的 OK的 就是首枪架单 有少少蝕卖的情况之后 先低后高 慢慢加上去 但是现在市区的新盘 承接力强不强呢 实际呢 你看都不错的 第一个 一月份 就有14000多个新单位 二月份 只是農曆年 都有1200 1200个单位 如果在三月份 真的推到1800个单位 我估计 最少都会卖到1600个 1600个 平均这几个月 平均差不多有1500个单位 四千四五个单位 都不错的了 到年底 是买单 18000至20000个单位 是一个很好的年份 而且还没开住 始终还没开住 国内的人都没下来买 我真的很担心 就是当国内的人 买楼 下来买楼的时候 那些价钱 不是断崖的 但是 踢高10% 7% 8% 那时候 香港就买不到 就不太好了 你刚才提到 三月份 都有1800个新盘供应 发展商的部署取代会 是否都倾向一些大盘为主 那大单位在这里 就开始准备 给一些国内人买 国内人倾向买 都是比较大些的单位 我看这里 如果是卖大些的单位 就是国内人买多了 因为香港人都不是那么容易 买到一个大元的单位 因为除了 你要给很多首期 伸理方面 就与其说 全年的三盘成交 将会有17000宗 按年是升到两三成的 楼价都会有温和的升幅 那你又认为 会不会比较乐观了一些 我也是这样看 我也是这样看 我觉得 我又觉得 是合理看法 今年 我记得去年 楼价都稍微跌了1.5% 今年的气氛是比较好一些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事 就是 我觉得楼市都有多少升幅 我自己看有10%左右升幅 当然 做不做到 当然是分别的 不是全部 我现在一个拉云计数 土地供应的方面 其实近日都再引起讨论 就是填海的问题 政府都表明了 唯有填海才可以真正增加土地的面积和供应 你又认不认同 丹不丹商是投资方面过大 我认同 我认同 全部 全部 找全部方法去增加土地 全部 王伟伦那天都说 他们全方位稳定 全方位很厉害 全方位 包括第一 很容易做 就是增加地出比率 第二 由商业地和工业地 现在正在做的 都要转去做住宅用地 当然要解决很多配套的问题 第三 就是 第三是填海的 就是明天大陆 但明天大陆 都不会立刻到的 可能要10-15年之后 还有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就是 交易公园 大家一说交易公园 交易公园做土地 就像大逆不道 但不是 我解释一下 在旺角很多城市 就是 交易公园是土地 儲備的秘密 很多土地做推延居 建筑交易公园 希望政府效力 好 时间关系跟你谈到这么多 好 节目时间多 我们休息一会 一字排开有九间洋房 每个都有两个车位 闻线湾的低密度洋房 都是依山而建的 大部分是享受很漂亮的海景 这间屋刚刚没有遮掩 海景是非常漂亮的 位于银杉湾的违景别墅 楼宁42年 每户都有独立车房 泊车之后可以直接入屋 私隐度高 参观的洋房有2127尺 业主在圆关位订造了一列柜 可以用来放鞋和挂起常用衣物 洋房属于分层设计 上半层才来客饭厅 看得到它有很自然的光线 它的装修风格是很舒服的 入到这间屋的感觉很舒适 它亦是比较时尚的 它亦是有艺术的风格 客厅空间阔落 有曲尺形大沙发 还有空间设置壁炉 走出去是花园平台 有超过200尺的空间 放了烧烤炉 限时可以邀请亲友来玩 花园还有私人泳池 夏天在池边晒日光浴 都是不错的享受 后面还有设置淋浴间 游泳之后简单冲身 就可以直接回到室内 饭厅的位置楼底特别高 引入大量自然光 墙边放了矮柜 中间有八人圆桌 掛上副设计感的吊灯 上半层是书房和厨房 厨房設有特大中导 可以放小型家电和备餐 冰箱、焗爐等大型电器 都陷入櫃中 感觉整齐龟一 近窗的位置有炉头和升盘 享有翠绿樹景 里面有多用途房和工人套房 旁边的书房有超过100呎 白色书桌和书櫃 配襯橫色的梳化和浅色木地板 设计简单 书櫃后面是套匙 另一边全部都是窗 感觉通透 可以看到楼下的饭厅 楼梯保养新井 再上一层是主人套房 雙人床之中 除了可以三边落床 还剩下很多空间 可以放矮柜和按摩椅 主人仿佛设露台 这层望出去的景色更开扬 房间的另一边是衣帽间连吐厕 这里的设计以白色为主吊 简约整齐 有双洗手盘 同时设有浴缸和棋缸 另外三间房在上一层 其中一间大约50呎 看回天井位 洗手间保养得宜 不需要额外花钱执收 如果想看触管的营舍潮流 留意今晚九点 无线财经资讯台的日日有楼看 进入二栋追的时间 今天跟大家讲一张急扯股份 培康医疗2170 上个月才发现 今早估价下降近半城 地口持续拡大 下午左右最低位跌了22.3幅 跌幅超过一成 创了上市新低 穿上市盖27.36 目前大致22.8幅徘徊 跌幅有9%跌2.4 公司的消息公布了 公司稳定价格行动及稳定价格期 已经在星期三结束 另外当日的联席全球协调人 部分行使超额配售权 涉及合共68,539万股 相当于可供应旧发售股份大约10.29% 就按每股27.36预期超额配快股份 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8日的时候就会挂牌 当然我们看看消息对股价影响有多大 都要请教我身边的嘉宾是KK林家琪 HelloKK你好 Hello你好 记得稳定价格的行动和稳定价格 在星期三结束,壮阵港股又要大调整 回股历史跌穿上市价后发行商就不再互盘 短线是否再跌的机会也大 没错,如果当跌穿了,尤其是互盘的时间远了 股压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再加上市况的情况 所以股份的走势就不算太乐观 再加上这一转,尤其是半身股 尤其是半身股,很多时候大部分 上市定价和上市之后的表现 用一倍甚至以上的胜伏 所以短线整个半身股的状态 是否有投资者会稍微获利 甚至乎估出呢? 机会较大 还未完的 股压要留意着 同一时间 公司另外也公布了 联直全球协调人 在星期三部分行使超额配股权 涉及合共68539万股 相当于可供应发售股份 大约10.29% 每股27.36都超额配售股份 下星期一上市 这些新股其实上市交易 对股价的影响大不大呢? 会有一个影响 因为你毕竟多了一些股份流通 在市场 当然大家可能会担心 这些股份 你拿着27元这些位置出售 现在的价格下跌了 会不会有止蚀呢? 会不会令到市况会更加波动呢? 所以下个星期回来要小心 这只股份可能波动会因此增加 当然你也要看市况 如果你说市况突然之间很好 它上个招股价的流上的话 股份可能会回稳 但是暂时来看 波动性在下个星期 应该会明显有一个 增加波幅的情况 甚至不排除 今天那些低位 可能会在市村 要找一个 短期的支持位 或者也要 参考这件事 还有股份 数目 始终增加了 如果公司背景来说 集团在内地 从事这个辅助 生殖基因检测解决方案 也挺特别的 包括了 基因检测测试盒 基因检测设备 和议器 还有相关的服务 虽然被列为生物技术公司 但属于少数 在上市前 录得收入的企业 去年头三季 收入有 5724万元人民币 已经超过 2019年的全年了 不过 经营亏损 计算数 有873万元 有分析认为 集团的业务 就是生命科学领域之中 高增长的 叫做黄金比赛跑道 在香港上市医药新维股里面 都叫做比较稀有 你又看不看前景呢 是否业务独特性 可以支撑股价表现 没错 其实投资者可能会看 独特性 亦都是因为这样 会有些资金的追捧 不过暂时去看 公司业务虽然是独特 但是他们刚刚公布出来 他们的营运数字 收入虽然有增长 但亏损反而扩大 这一部分就好像 在营运方面 就未必太过满意 还有他跟我们说 业务上可能毛利率很高 真的做一些生殖科技 那类就有少少不同 他都是做一些测试剂 那个毛利率 是否有机会真的扩大 甚至乎 那个技术层面 是否真是他这么稀缺呢 未来有新公司上市的 会不会反而令到 他的市场份额 又或者发展方面 有些阻滞呢 所以他上市之后的股价 其实都不是在水面很久的 大部份时间 都是在水面附近的 那你见一个宝账那边 都没得护盘 发行都圆了 他股价又跌了 都反映了 其实投资者对于前景 都不是说完全乐观 我就抱少少移民的态度了 好啊 即是说你都不是这么乐观 其他发展潜力又怎样呢 因为公司上个月才公布了自主研发 PGT的一些试剂专利 已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 增加至2025年 34亿元人民币以下 就说复合年增长率 都有一倍过外 增长前景说到 都很厉害 这个试剂究竟是否对业绩增长 都带来憧憬呢 如果在之后 很明显见到业务 真是稳步推进的话 而收入再加上盈利表现 或者叫经营的利润方面 是真是有个明显贡献呢 那就可以当前景会乐观 因为这个都要少少时间观察 他所说的专利 其实他自己就是专利了 对于这个行业来说 这个技术是会有多高呢 是不是都真的稀缺性 要做一个测试一定要找他呢 如果有的话 当然他可以好像 行业的增长幅度那么大 但如果你说不是的 原来都有很多类似的 专利都很多间 甚至乎很多间都做到呢 这一部分可能也都未必说 盈利会有一个很大动力 所以这个呢 可以当是个好消息去看一下 不过需要少少时间呢 去印证回对公司的 产品正面影响了 嗯 好啊 就是说都要看看 就要时间去验证了 始终五年去算 如果现在呢 是不是上市呢 都很多内地投资机构入股 包括了高领资本 就国华资产 道远资本等等 高领资本拿着半城楼上股权的 不过估计呢 现在呢 都是低个资互价 都潜在水 有货没货的策略怎么做呢 如果是真的还有货 或者真的 是这一转 在高位拿下来 我会建议都拿着先的 因为毕竟呢 虽然行业里面 我会有些疑问 但是你见到有些 著名的投资者 都是Cornerstone的话呢 那它股份 在之后 大市气氛好一点 上回水面机会会比较高 还有你不排除呢 他们在 下半年呢 那个业务都真的突然之间 有一些很大的改进 所以就值得去榨 因为毕竟那个股价 潜水都潜了 就是整四五元 那那个股价 是不是有机会 它在两成的位置 会有一个存定的机会呢 可以这样观察住 而你说没有货的 你就纯粹是拨它 上回招股价面呢 我觉得市场上面 有很多其他股份 还有刚才说过 你新发行的一批新股呢 你就不排除 真的会令到它有一些沽压 所以我就不觉得 短期会有一个 很大的上升空间 没有货的朋友 就不要乱拨住 好啊 就是说都 是不是就这样急跌法呢 暂时来讲 我先看一看 它慢慢做不做业绩出来 今天 我说最低22.3 目前跌幅接近一成 好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收看 最后节目时间了 恒指目前依然跌过8点 一起看看最新的情况 今天来讲 都算大波幅了 现在来讲跌回101点 去到移民9134点 刚才曾经咬腰的 早上来说一度急错 整七百多落了 二八五一三 其后就咬腰上回来 接着A股回稳 去过29397 现在又再回回 目前内人股 石油股 还有借中移动等等 支撑大市 跌的都是新经济股为主 还有金融股 有帮保险这一类 地产股 还有其他博彩股 药股等等 成交都有2200多亿 KK怎么判断呢 今晚大家说要看美国的数据 还有债息的去向 两会大家看到 定出的目标是6% 有些经济师说很保守 短期怎么看 A股加上美国的影响 主要是看债息 市场会不会是很担心 其实债息的抽升 理论上就不担心 不过是抽升得太快 甚至乎市场是有些期望 白威尔昨晚立刻告诉你 怎样去处理的话 是有少少冲劲过头的 变相失望 股价就跌了 但是你看恒指今天 其实整体走势 虽然就不在美股下一刻 有个列口下跌 但是暂时来说 都见到很明显 它都是死守住条50天线 都是反弹上去 还有如果在今天 暂时估计 收市的成交 就一定会超过昨天的了 你有时候在低位 出个大成交 甚至乎有支阳烛的话 短线反而可能是一些 见底的信号都未定 所以市任未去到真的很差 当然了 现在技术走势是每天看一天的 如果今晚美股都真的出现一些 较大规模的资金流出股市的话呢 港股下个礼拜可以再丑量 但是我想今天的低位就非常之关键了 如果短线之内 28,500这些位置 再试 都收到 那么恒指可能在短期真的会见底都未定 但是有一件事是比较差一点 就是在这一转我会看过走势是走过三角形 其实有点跌穿了 如果你用之前的低位去计算 今天是假跌穿 究竟如果真的是技术转差 那就留待下个礼拜 多一天的数据去揣测走势 好啊 就是说都要看看今晚数据 美国债息很紧要 今天现在还要跌过百点 好 我看五座会的港股 最新的情况下 就叫腾讯依然要跌百分之一落下680元 美团跌回3.2 盈富基金跌回1毫 小米跌幅超过百分之三 你升8毫 港交所跌回3.4 中移动升幅超过3% 健康升到1毫6先 中国平安跌9毫半 比亚迪跌回4 继续看其他蓝筹股 今天都很个别 中移动又得升 3%是大汇空 有帮保险跌回1-2% 港交所回分3.6 煤气跌4 是时候看看家庭馆 还有什么要问 有刘小姐 刘小姐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买了干达2020 125元 买 其实现在这样的情形 其实好不要说 真是 走了先 还是可以拿下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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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实安踏走势 都很明显 你看到短期的高位之后 一直滑下去 每次弹完走势 都没有突破下降位 所以这一转 去到现在的100天线 就真的很关键下 上一转 你看到一川沿的50天线 都无以为计 但是这次的100天线 就是从去年9月开始 这些位置已经长时间 都是一个平均线 这些位置 都叫做首度 我觉得你 因为你买入的价 都不算很贵 还有今天的成交是有配合的 如果你看回这一转 它起码 首度100天线会看高一点点 看回上去 就是你买入价附近 126.5 而另外 起码它都未公布业绩 它3月20多日才会公布业绩 业绩前有没有可能 会真的反弹回去 去等它业绩呢 我觉得以今天的成交和走势 你都还可以先拿 不过下个礼拜 如果都真的回到来 市场真的很差 一下就失手114.5 就是今天这些低位的话 你应该捱过了 到时候就真的要忍同指示了 因为市场可能会出现 下一波的比较大力的调整 最近它都比较矿 还要矿着向下 今天来说 见过一个月上低位114.5 之后买回上来 也要捱得住波幅 今天升到2%左右 看看其他用品股的情况 李宁 亦都可以反弹到1% 就是361度 之前升那一站 今天跌了2% 其他服装相关的股份 包括新州 波斯登等等 都可以靠找到的 波斯登升上一个线的 接下来听到曾小姐的电话 曾小姐 你好 喂 你好 曾小姐 你好 两位好 我想问一下3913 我没有购买的 听说那些业绩就挺好的 我没买的 我想问一下 买能不能买呢 我看电视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好 其实很多只物馆股 业绩都好的 会发型起的 但是因为这一转 投资者的主题 就是不是业绩好不好 是你的股值高不高 既然它的股值是现在 都很夸张地那么高 你看到这一阵 它由高位下回来都很快 我们行内又叫做杀股值 你看到它连杀了4天 去到这些位置 你说从高位下回来 好像个较吸引 但是如果你看回 个别一些的物馆股 其实都还是原底下进去 我就不太建议这些位置 你这么快去博它们闹底 或者物馆股 或者这只股份 暂时都没见到 它已经是真的见底 除非你说下个礼拜 回来再试7.7 都守得住 甚至乎是有些好消息 令到我不担心它的股值 到时候才再考虑 因为这一转 你看到这个物集区 都今天叫失手了的话 已经短线8元是去过阻力你的了 你现价这些位置 你博一毫子两毫子 我觉得直博率就真的不算太高 不如不要选择它 因为很多其他的物馆股 大家都可以选择 看看物馆股的情况 始终今天都是个别的发展 挺好介绍 美好、永兴生活这些 就升到5% 比较大一点 就中海物业升幅2% 雅生活六成服务 升幅1-3% 但个别都跌得急 就包括了万丈卫 万丈生活本身股 跌幅4% 软软服务跌幅更加超过6% 恒大物业都跌回6毫8% 好,现在收听了陈小姐的电话 陈小姐你好 你好 我想问我买了吉利27.7元 现在就不知怎样 买2万股 又说去到大摩 现在说去到13元 那怎么办 是不是先走了呢 好啊 今天它的走势就不算太差 就是以今天的走势 因为起码你看到昨天大成交 今天都曾经想上去100天线 但是它毕竟都真的穿了100天线 而且你看到那些车股 整体来说 今天都应该有些资金流 但是你看到它都不可以 挑战昨天的位置 我就不会建议你全部去做个指示树 因为它的走势 有机会下个礼拜 当它这次假跌穿 它有机会下个礼拜上去一些 未必可以回到很高位置 给你去沽 但是暂时来说 我觉得你拿着两个位 今天的低位23.1元 如果下个礼拜都跌穿了 收市去计算的话 我就会建议你走一走 又或者如果你下一转 有机会是上回 这一转的26元左右 即10天线 它都是这个下降轨 左右的阻力位置 我又觉得它未必能升得到 所以你短线之内 留意一下位置 和看紧一点 理论上你这转 你下回这个环区 应该都先守得住 但就期望又不要太多住 毕竟大市的气氛都是一般的 好啊 而且它提到大摩唱谈的 也怕原材料价格升 那只贵的问题 30日估计下的机会大 会叫它减持 KK你担不担心这两个因素 我觉得你会担心 但你未必会因为这个因素而大跌 其实反过来说 其实早一日 大摩都将很多股份 说未来的几多日 又升六成七成 那些股份都要照跌 所以这是作为参考 反而看股价的走势 比较关键 好啊 看这个实际一点 今天结果一个月低位 23.1之后 跌回来收集 现在上回24.3日 继续看完黄太 也要问一些理电池商关股 就是禁锋利业 118元买 前景是怎样 可能打定书 所以指示位是怎样订办 是的 今天就破底了 在昨天大成交 你见到今天 都未可以是上回去 反映了 就算你之前有营起 市场上 都不是很bide 他们整体的股值情况 暂时今天我觉得这些位置 它见过100元的 100元我觉得应该先走一走 因为你刷股值的情况 你看回去年这一段时间 其实你12月都说的是80元 还要是升了浸 是由40元那样升一倍上回来 所以它今转这样跌穿了 这一个100元的支持 很大可能 都会再挑战回这个位置 大约82-83元这位置才会有支持 我会建议反弹略为减持 好啊 这一样东西就在位置洩 今天跌幅到3%过外 还有新经济股 大家可能有些想买 林小姐就问小米 现在什么价位可以买得呢 今天小米都见过一个月上低位 是的 它的走势更加明显是每次破底 我就不太建议去这一转 这么快去闹小米 因为毕竟它虽然在 你说在美国被一个禁头令影响 影响了他们的ADR 但是实质上面 它们都真的在现在 中美关系较为紧张一些事情上面 关于你是否有军方背景 又或者来讲会不会进一步 可能在技术方面都会受着限制呢 我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就是对于小米 所以我不会建议你去搏捞底了 多少钱都不捞住了 暂时你说就忍忍忍走了 好啊 今天小米都要跌回接近5% 指幅比较大一点的蓝筹 看看行指 英文就跌了103点左右 29,133点 成交2,307几 谢谢KK的分析 稍后回到收视大检议